零零虎尾再新飼料場 四號發生嚴重公安意外 四名工人一起乘坐 吊車吊籃 從八公尺高要回到地面時 因為超載超重 吊籃吊臂斷掉 四個人頭下腳上重摔落地 三死一重傷 其中五十歲的郭信工人 是低收入戶 人走了留下懷有身孕的妻子 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里長說會找民間慈善團體 幫忙看看 而郭信工人的兒子 和另一名死者 陈信工人的妻子 都希望包商老闆 趕快出面處理 陈信工人和郭信工人 都是雲林人 做這一行是老經驗了 陈信妻子說 他先生做了三十多年 兩個月前才換到這個包商工作 另一名死者是五十七歲的 柯信工人已經離婚 出事後前妻帶著兒女來處理後事 單親帶小孩家境清寒 現在要處理前夫後事 經濟也是困難 而這三名死者 和另一名重傷工人 也被查出工作時 雇主沒幫他們保 勞健保 職安署表示勞健保 就應該由雇主去投保 出意外的四名工人雇主 都沒有幫忙保險 已經違反勞保條例 會移請勞保局開罰 華視新聞 歡迎收看楊總演 吳建宏 雲林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